前一天死于呼叫器爆炸的罹难者葬礼上 没有想到又发生爆炸了 现场人群如惊弓之鸟金黄逃窜 另外一场挤满人群的葬礼上也同样被爆炸震撼 黎巴嫩短短24小时就发生第二波的爆炸 当地时间周三下午5点左右 首都贝鲁特南部的贝卡山谷至少有数十起的爆炸 几乎都是同一时间引爆 但这次的祸首变成对讲机 连续两天爆炸都是通讯器材出事 黎巴嫩再度陷入混乱 这间办公室爆炸过后残骸四散 爆炸威力显然是比第一天还强 因为这一次爆炸的对讲机体型比呼叫器还更大 能装进更多的火药 追查发现了这款对讲机是日本通讯产品制造商 艾可牧生产 型号是ICV82 但问题是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停产了 艾可牧也发声明说还在调查 也不排除可能是仿冒品 就跟前一天的呼叫器一样都被怀疑是经过 以色列的改装 有情报人员研判电池内疑似有爆裂物质 PETN 是经由特定的讯息指令来引爆 宛如现代版的木马屠城炸弹 粗不及防当然是更加的恐惧 有许多人是脸部跟手部严重受伤 但讽刺的是真主党就是不信任手机 说手机是以色列的特务 今年初才改用低科技的通讯产品 因为相较于手机 呼叫器跟对讲机 是使用不同的电波频谱 也不受网络中断影响 不会泄露行踪 而手机通讯的距离很有限 很容易被定位追踪 或是植入恶意的软体监控 万万没想到低科技不等于安全 真主党的通讯系统如同瓦解 也有消息传出 以色列本来是打算当作开战的第一级使用 但是即将被试破才会提前动手 真主党之后马上就展开了报复 朝以色列北部发射了40枚火箭 还扬言会有更大规模的反击行动 更别说背后在撑腰的伊朗也虎视眈眈 区域战争的风险又增加了 不过传家说以色列忙了半天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让人一头雾水 提问全宗博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web